我們這節要繼續討論美國的話題 美國整個國策 現在很明顯是要 理真 不是渣流碳 對付俄羅斯 他們可以說 已經是 升級去對付俄羅斯 究竟會不會什麼時候真正動手呢 其實有藉口 你現在是戰爭罪行 普京已經是戰犯了 拜登也這麼說 已經是戰犯了 他不用自己對付俄羅斯 你說現在的軍隊是禁制的 他用烏克蘭那些人的手指就可以了嘛 其他人的目標也不用 瞄準也不用 現在給了所有目標 叫你禁制 所以根本就不用出兵的 現在新一代的時候 什麼時候美國出兵 這些是舊的思維來的 現在的武器根本跟出兵沒有什麼關係 現在的飛機也不用了 你的飛機全部被他打倒了 制空權也不用了 這場戰爭使得大家對戰爭重新認識 根本就不是一件這樣的事 所以你說大陸去打台灣 我也不知道怎麼打了 那些船呢 根本過不了台灣海峽 飛機也過不了台灣海峽 沒有一樣過得到台灣海峽 那你怎麼打呢 船和飛機也過不了 美國也沒有出到最厲害的 現在的S-38還是俄羅斯的飛彈 也不是美國東西來的 美國的正規東西也沒有出來 美國現在也說了 你那些刺針導彈是70年代發明的 50年前的東西來的 太厲害了 免得超越你太多了 很多美國人 人們去讀NBA 他們教你做準備 你做生意呢 我們香港人做生意 去到那裏執生 他也不是的 美國人每個都有準備的 每個都準備 然後過幾年的準備 沒有公司 即是所謂projection 全部都有準備的 跟軍隊一樣 他夠資本的人 就不需要執生 全部都靠有準備 有備而戰 按照計劃來做 所以他根本就是對整個形勢 台海不斷地做準備 而且不斷地更新他的計劃 每一個 即是每一個 激發點 即是會出事的點 全部都有了方案的 這些方案多到你煩 他平時真的很勤力的 美國人真的很勤力 他們都做了方案 今次俄羅斯 不是 古克蘭那件事就是 踩到他了 他根本全部是有準備的 不是陰謀 他真的叫做準備 你一來 我就動你 你怎麼來 我就這樣動 你這樣來 就這樣動 很多方案的 這個方案是活的 所以這次 普京真是愚蠢蠢 不過這個跟Salensky沒有坐飛機走路 這個很有關係 走了之後就甚麼都沒有了 他一不走 美國後面跟他做了準備 那些俄羅斯兵一踩到你 真的慘了 這次真的死了很多人 這次是肯定的 損失慘重 他自己講漏了嘴 他說這次我們俄羅斯損失慘重 誰叫你打的 烏克蘭的兵死亡 傷亡 一成都沒有 你有沒有聽過他說 衝了 真的沒有啊 很少啦 你找不到他 你怎麼只會打死他 你還沒找到他 你已經中了 到最後就要對付平民 除了對付平民也沒有辦法 對烏軍也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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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件事根本 他根本還沒找到烏克蘭的兵 他根本還沒找到 三萬個小隊 全國烏克蘭 全國烏克蘭 他不是跟你正面 也不知道他在哪裏 三萬個小隊在哪裏 而且他在動的 隨時走的嘛 那你怎麼打呢 還有那些武器真的差50年了 現在呢 你看到 其實俄羅斯那種思維 真的是異戰的思維 他還是以為是在打異戰 打開推進 大關隔境 打開推進 又左翼又翼 人家有固定陣線 有雕簿 有雕簿 你推過去才有用 他沒有的 他想著 你不會找到別人的防空 人家的防空不是這樣的 我不如去隔壁房吧 我這裡告辭 行不行 好啊好啊 你要準備了是不是 我去上場 我多數是早一點的 不好意思 館長 明天見 我們先說完這節 因為 袁爸爸在旁邊就開直播了 當然我們這節也要繼續說下去了 俄羅斯的思維是異戰 其實中共何嘗不是呢 中共再低一點 中共一定是再給俄羅斯再留一點 俄羅斯近代還有打仗的 還有訓練的 有在戰場訓練 所以再跟大家說 我真的認為 你是要學 不要甚麼都不懂 雖然你說學槍 好像不用用 你真的沒理由槍也不會用的 起碼會開槍 手槍 不只是學角十七 AR15你學兩支槍而已 學三支槍而已 三種槍適用 然後會丟 手榴彈 會丟閃光彈 然後就 就學那些刺針 標槍 然後就沒有人機 肯定就不是 做Rambo 不是去學太極權 其實現在真的不需要 因為現在現代戰爭真的不用出兵 現在習近平的思維還是站在二戰 甚至是在之前 你想一下 為什麼他那麼緊張馬六甲海峽 就是怕被人封鎖馬六甲海峽 所以他要在緬甸 要買通緬甸軍政府 在緬甸做一個太平洋出開口 要經印度洋 那種思維還是停留在40年代 是不是 現在整天想著怎麼武統台灣 你怎麼武統啊 真的過不了他 他沒有得統一就沒有了 沒有得統一 武統台灣 我仍然是贊成 大家槍也要學的 這是基本的 因為可能你面對的武力不是俄軍 可能是再低一級的武力 可能是公安武警 是面對速龍而已 其實香港 最能打的只有SDU而已 SDU也是用那三支槍而已 基本上是那三種槍而已 沒有其他東西的 只是震撼彈和閃光彈而已 槍是真的要認識的 當你關了槍的時候 你將來 說真的 你不是每次都可以用無人機的嘛 人家只有人 還要出標槍 對飛虎隊的裝甲車 用刺針打爆他 然後爬出來用槍解決的嘛 太貴了 太貴了 扔手套彈了 太貴了 不要用這些 都可以的 幾萬元射一票 幾萬元射一票 幾萬元美金 如果他裝甲車 一隊裡面有一隊速龍 你一定要先射 裡面死不去的你才會補槍嘛 是不是呀 我們一定要懂這些 將來要補槍嘛 學了幾樣東西 軍訓不要掛著 不要掛著遊繩啊 不要掛著解放軍 解放軍很喜歡做體能的 胸口碎大石啊 所以我們主張的軍訓不是抓你去 野外訓練啊 基本上要有 基礎也要有 我們現在不是要訓練海豹啊 一般人真的做不到的 你是學使用器械 學使用器械 然後你去教其他人 其實就是這樣 然後還要開槍 因為 你到時也要去補一槍 例如 那些速龍體在被我們標槍打中之後 那些還未死的嘛 就好像 中東那個人 塔利班你覺得他受多少訓練 他最主要就是適用AA47 還有煙托式火箭炮 還有兩種武器而已 阿爾蓋塔也是兩種武器而已 其實我們真的學塔利班 我們擁有塔利班的戰鬥力已經足夠 可以光復香港了 其實是的 不是很容易的 幾萬元一票 到時跟美國有價港嘛 大規模買 有折頭的嘛 叫他送啦 香港庫房給回嘛 甚至乎我們可以到時發行什麼幣給他 香港加密貨幣 用加密貨幣 代替武器錢 政府發行的就是有違加密貨幣的原則 應該要去中心化的 不過有些國家是有發行加密貨幣的 好像是南美洲不知哪個國家 所以我們 真的認真不是開玩笑 我們光復香港的希望是有的 你現在看到 一場烏克蘭戰爭 徹底顛覆 人類對於戰爭的看法 香港警隊不是不可以擊敗的 解放軍不是不可以擊敗的 而且他們被想像中脆弱 因為他們沒有軍心 現在的警察也沒有軍心 坦白說 他們也知道自己是黑警來的 當有武裝力量去挑戰他們的時候 我說我可以大膽保證 有一半的警察會當日辭職 即是鳥獸散 可能一天就搞定 光復香港一天而已 不用第二天 當日如果有武裝部隊說要攻回香港 最少有萬五個警察辭職 有多少個器械投降 不上班 抗工 真的有很多人辭職 怎會辭職 不是寫信 Whatsapp 跟上司說 阿Sir 我不幹了 補充一些資料給大家 未需要到國家級支援 你已經學到那幾樣東西了 不是無人機 不是那兩支導彈 有三種槍 你是合法可以學到的 周圍都可以學到的 就是剛才說的三隻槍 自動部槍 手槍 還有追擊槍 歐洲基本上是 一定是可以有的 有很多保安公司是教那些 就是教紀律部隊 就是學了三隻槍 美國也有的 美國更多 歐洲有很多 英國是禁槍的 英國的那些槍械訓練班就是會跟你 飛過去歐洲 去射擊 沒錯 我們其實 光復香港有希望 從而我們的希望 我一直都以這個作為目標 沒有停過 所有香港的朋友 記住 我們是有機會的 不要看下自己 所以 現在在香港走不了的朋友 留一條命 其實將來是有用的 不要浪費時間去做甚麼抗爭 不要做一些無謂的事情 留一條命將來 我們真的能打回香港了 因為共產黨擺不了多久 當俄羅斯 被美國消滅了之後 共產黨擺不了多久 我們可能在 5-10年內可以光復香港 台灣怎麼會被他入侵度 台灣的武器有多先進 所以他一直進攻台灣的方法 不是解放軍 而是民宣 還有共諜 不斷跟你說 你不要打了 首戰即中戰 一打就輸了 一打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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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會被武統 我剛才也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你禁飛彈的那個一定是軍區司令 一定是戰區的司令 那個司令夠不夠膽射那顆導彈 因為他的導彈一定會被攔截成功 因為台灣現在的攔截導彈的實力 是僅次於 以色列 即是說他的武器 是被中共先進一個世代 可能是50年 可能是30年 中共不可能會彈到台灣 不可能有支導彈可以成功擊中台灣 但是人家反擊的時候 如果台灣射10支導彈 起碼有一半你攔截不了 還知道 網友說得對 現在美國還有 武器租借法案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香港哪個政治明星 他問他 香港缺乏了一個實體 所以為甚麼我們要推這個香港議會 這個議會就是香港共和國的議會 我們香港共和軍 或者香港的 志願軍 或者自衛隊 將來要跟美國拿武器我們憑甚麼拿 難道我們指著自己 我是通天賽 我要問你拿武器 升旗然得道 那美國會不會給我們 你說你是袁宮儀也不夠 你說你是羅冠聰也不夠 沒有用的 也可能會給你的 但是你還是要有一個實體 不會啦 給你一支AK47 那支還是他軍方不承認的 黑市買一支給你 就算是肥佬 氣民也不會有的 你一定要有一個實體 所以為甚麼我們那麼緊張要搞一個實體 這個實體誰做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民選的 將來我們要打回香港 我們就有一個實體跟美國 或者跟其他歐洲國家調 尤其是歐洲那邊 美國就有很多人埋了 大家知道哪一堆啦 他們就是民主黨那邊啦 但他們在談甚麼我們真的不知道 他們在談這個制裁 不讓他們去入境美國 我不肯定啦 但是我們香港人是應該要有自己的代表 他們應該要獲得 香港人授權 到最終 沒錯 所以呢 我們也是覺得 總之 要有一個香港的實體 去跟所有政府 交易 拿外國政府的援助 以及武器 這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訓練是可以 學習時代革命 時代革命 近乎是 一個 不需要有組織 後來也衍生了 不同的兵種 訓練本身 是可以 不需要那麼快有實體 不需要有中央組織 現在香港是其中一個世界上 一個大城市裏面的人 香港人這個民族 是最不怕催淚彈的 催淚彈 在戰場上是很有用的 到你今天 你去做突擊 去扔催淚彈還是很有用的 但是香港人是完全不怕的 很有經驗對付催淚彈 那你是不是天生會對付催淚彈的 那當然不是 這是後天訓練來的嘛 但是你現在 催淚彈是沒有人會害怕的 連那個年輕人也懂得 拿腳踢走他 或是撿起他再扔回頭 或是用一個包裹蓋蓋住他 我看到有個年輕人一張保鮮紙包著眼就衝出去 不要小看大家 大家2019年那份年 你去到用槍你不夠去打 但是你差不多 所有冷兵器的 對陣 其實你已經知道了怎麼應對 你知道要穿什麼裝備 你知道要帶什麼裝備 去防吹彈 防煙霧彈 你知道了 這些已經是軍事常識 香港人已經有一半實戰經驗了 其實我們現在的香港人 那些小隊的勇武為什麼會那麼好打 因為他們有實戰經驗 五、六個人 別人不是出槍的 他們不會輸的 其實不會打輸的 你黑社會來 打走他們吧 以前我們認識的朋友 全部都是打走他們的 好 香港 其實 都具備一個反攻的條件 我覺得 大家努力 這節我們先說到這裡 好 拜拜